我們看到六港的安全到紅頂 也有歷史的發展 看到臺灣六港運動的發展 二空二三年 青年六港最關心的議題 強行也是薪水 自家中處的調查 全台灣讓人請的原港 總薪水的中位數是50萬6千塊 最終是一個月薪水4萬2千塊 但是二十九歲以下的青年 有超過半數月薪不到4萬塊 在這種環境下 有人是減滾滾的頭路 要多賺一點錢 也有人搬離開台北 住在外觀市 這樣租水比較不會客氣 但是如果看不到未來的 前景和希望 是不是會跟青年的夢想打水呢 繼續來聽老洞青年的心聲 一台機車隨時靜接感到狀態 這是過三萬丹家庭 第三年來的歷史生化 我每天大概四、五點就起來跑了 然後跑到晚上 就這樣有可能要凌晨兩點 你如果一天能夠跑個四十分 算厲害了 平均下來了 你有到嗎 幾乎都有到 自從它平台減薪之後 你現在如果要一個月要賺到 六、七萬算脫銷了 我看那個就好了 那個… 他也是送服務 然後我都會不會有當 我發現說 什麼一月賺六、七萬 要花出時間和力 等到明天分紅色做好 後來掛上衣服 算是紅色的 他都仍接受過八台 點燈服務 對… 比較不會說會斷單 比如說你這個時間點 你剛接完嘛 你斷單你就趕快找 下一個平台下去接 就可以銜接上 你就不會浪費在路上 因為尤其這個夏天 如果你浪費在路上 也是很難過 等到明天過期 當時索加工廠的組織員 一個月賺四萬 想要得到薪水 幾歲真少 主委總處調查 李空林林 全台灣紅千萬港 總薪水中醫所 已經到達50.6萬 超一個月賺四萬日 不過29歲以下的年輕人 超過半歲 一個月賺不到四萬 30歲到39歲中醫所 加價到194萬市 對就是說 大學打鼻勵的年輕人 要用上舊過年時間 就有機會撩起你 252萬低薪勞公裡面 有81萬7 他們是青年 就佔了 81萬7佔那個250萬 大概就是35%左右 就我們的各年齡層來分析 青年的低薪勞公是各年齡層 佔比最高的 這個是我們最需要去 關心跟協助的 提供在年齡層 一國到五國 全體紅柴的萬港 總薪水平均 得到六萬兩千塊 年輕人看起來 中館三點六百 不過靠到 不夠碰到 是一個總薪水平均 是五萬八千塊 如果財産不欠 到國外總薪水 賺到八萬六 如少參與的過薪水 三萬六 三業的薪水差 也看到社會 M型化 低薪水質看起來變多 不夠幸福感 算是靈 為什麼我是低薪 跟企業對薪水的認知 兩邊是差距很大的 老闆他看那個薪水 是看員工對我的老物價值 是多少 企業 員工看薪水 年輕人看薪水 我的生活開銷是多少 我才有拿多少錢 那這兩個就是沒有辦法對焦 有價 販價 貪財金 百財財 年輕人想要在土地打拼 大家另外出奇交 開網 南港 8104 北小營車 明天請請請 出社會國民館的家庭 做所有的應不三行 他貼到台北的稀儲 還回來表力鼓授 特工通勤 一萬四只是房租而已 然後這樣水電費 可能一個月高到一萬五 一萬六 餐費也是會 可能會省一些 因為可能回家裡就是 家人會煮飯 然後我就可以帶便當 什麼的這樣 跟房租比較下來 就會覺得比較划算 一定是站在到這個位置 因為等下轉線的時候 轉線的時候 會直接接下面的電梯 那個隔壁專門刷一尾 又走去公司上班 上次要點半整人好 不過算是他 減股新聞編輯 跟地上派遞的特工室 現在一過節就夠公斤 不過一樣對比來 感到情不安 覺得說我應該為我的夢想 還是為我的音樂夢打拼一下 然後就到一家音樂製作公司這樣子 我有個很底薪就是一萬二 但其他多餘的錢就是要看 我有沒有幫忙做什麼事情 一開始我就覺得說沒關係 我就硬撐啊 但我之後發現說我的 造成我的工作上面壓力很大 然後但我又得不到 基本生活的一些支撐 所以就是大概一年之後就 就覺得說不行 我要找一個穩定的薪水的工作 青年做出受到很大壓力 還不敢想拍出的可能 既說2020年上次的調查 在台灣是要買房 賓股納用九點五百年 今天是十二點八五年 台灣市就要不吃不喝 尊款最少十二年 可能他的生涯規劃或他年紀 他還是有購物的需求 他的能力無法達到購物的條件 所以他有很大的壓力 那當然另外一類就是 現在大家也有想說躺平 躺平意思是說 我就不要想這件事情就算了 可是躺平也不能解決問題 如果回到過去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當時候年輕人基本上 不會遇到這個狀況 在臺灣發展看不到未來 很多年輕人整齊出國 變得轉機 二十六歲上是以後令人 受到新加坡的便宜 到薪水就沒有去掛著新花 薪水還1.5塊 但你還得到薪水 要5千塊的新台票 是以臺灣的中位數來說 是在中位數以上 你說未來性 就是可能我做10年後 跟其他企業做10年後 會不會心資上也是差不多 或是真只有一段差距 我就覺得這方面 會讓我想要出國的因素就蠻高 外國用盡管的薪水 歐林債 像專業的林債 真正優勒 再來青年失業率 都盡管 這強行是推薦 青年三三年來臺灣的失業率 平均落在3% 不過二十九二十四歲 年輕人率盡管出四歲 中央每一次的年輕人裡面 就有十多人失業 離坑二三年 住在欠缺 職業增加 青年失業率有機會降價 不過薪水如果不改善 年輕人流動力也強行 還要回樓 父母已經不是像以前的 父母那麼有錢 大學畢業生一畢業就失業 過去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沒有負擔家計 他沒有經濟壓力 可是現在大學畢業生 一畢業就失業 他會很慘 要怎麼 他可能有學貸要還 他可能有一些經濟的壓力 他自己的生活開校 甚至有隔代教育 然後可能要養他的父母 養他的祖父母 生活在臺灣一個土地 年輕人到底有什麼感受 如果你是有固定 每個月想要存多少錢的話 那就會有壓力 可是如果你就是覺得 你當月光主人沒差的話 那就還過得去 不一定要就是 有做很多打算 不一定要買房 賺到一定的錢過後 回來給人買個房 然後就可以去找 對 比較簡單的工作 依照現在的薪水來說 以後要存到錢 會不會很難嗎 會啊 因為現在 就付價也不高 正經現世的家庭 青年還可以保佑力情 失去其他現 才不會不敢外出人生的難度 尊求比莫世代 台灣社會大體思考 要如何支持現 才能支持台灣的未來